5月29号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在北京举行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开舱仪式 与研制单位和搭载单位一道 共同见证搭载物品出舱 活动现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 副总设计师杨立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纯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宝华等人 像巴基斯坦驻华大使 移交了返回舱搭载的巴基斯坦国旗 像阿根廷驻华工室 移交了搭载的阿根廷国旗 像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移交了陶瓷材料3D打印装置 像航天育种产业创新联盟 移交了搭载的农作物 中草药等种子 像云南 宁夏和内蒙古 移交了搭载的特色作物种子 这个搭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有很多方面的事情可以做 一方面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搭载这两个国家的国旗 这是两国友谊 两国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它会增强两国人民的相互的支持 增强两国人民的相互的了解 自沈州一号飞行任务开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历次任务 都搭载了具有科研价值或社会效益的工艺项目 在带动科学研究 农业发展 产业升级和精准扶贫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做一些技术的试验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有3D打印的一个搭载的设备 我们也有载轨试验的设备 我们也搭载了很多种子 搭载种子的目的还是想通过太空辐射 或者这个物 这个不同的种子的一种变异 从里面去选与这个更好的品种 据悉 此次利用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 飞行试验机会 试验船返回舱搭载了有缘科学实验 航天育种和空间生物实验 以及航天文化相关的近百个项目 当然搭载的活动也有 有些是有文化活动 油票 土壤 它也是把航天 让航天和社会和公众更加密切 也是一种推广航天文化的一种活动 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 是中国面向空间站运营 和载人月球探测任务 全新研制的航天器 于5月5号 由长征5号碧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5月8号顺利返回东风着陆场 5月15号运离北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